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若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香港新闻台 您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欧洲的旅程 9月1号以德国为终点 并且将跟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执行会谈 同时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德国外交部的大门前 抗议王毅的到来 而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 也抵达德国联同当地议员参与示威 并且提出人权不可议价的口号 敦促德国对中国迫害人权的行为有所回应 综合媒体报导 罗冠聪在德国外交部外头呼吁 柏林当局应该更加支持香港民众并且反制香港国安法 因为北京在6月对香港实行的香港国安法 从根本上面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并且导致针对异议人士跟抗议活动的残酷镇压 罗冠聪在演讲之中也回顾香港的沦陷过程 他表示现在已经看不到香港过去的东方蜘蛛 以及亚洲自由港的神菜 而参加活动的还有世界维吾尔族大会的主席多尼昆艾莎 国际深渊西藏运动 德国负责了穆勒以及香港人在德国协会代表 香港人在德国协会代表Amy表示 德国终止跟香港引渡协定 就表示德国其实已经意识到了 中国严重侵犯了香港的自治权 并且显然已经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 因此他们要求德国外交部长 以及中国外交部长会面的时候 应该提出包括香港、维吾尔族、西藏、基督徒等人权问题 他认为德国作为一个重视自由跟民主的国家 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 不应该屈服于独裁国家 因为所有国家都不应该让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 德国绿党议员鲍泽也参加抗议 并且发表演说 他公开向两国的外交部长喊话表示 人权不可抑驾 而针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先前批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 率领团队访问台湾 并且宣称要维特齐为此付出代价 鲍泽表示他将会坚定地站在捷克政府这一边 并且向中共践踏新疆香港自由与人权说不 要中共真正改变形象就要彻底改变人权作为 德国受威胁民主协会代表施德勒尖瑞表示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洗脑 而现在王毅访问欧洲的行程 就是一个对欧洲的洗脑运动 他也借此给中国国内的民众洗脑 最由一张张跟欧洲政客们亲密拥抱的照片 来欺骗中国国内的民众中国没事了 报导称王毅这次访问欧洲五个国家被称为救火之旅 但是一路上面遭到忍遇以及抗议 被认为其安抚外交彻底失败 而德国作为欧盟领头羊的国家 对中共在香港强行实施香港国安法 以及新疆集中营等人权议题已经无法回避 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 成为中共在香港强行推出国安法之后 第一批被政权给盯上的人 而他日前被指控涉嫌违反国安法 勾结外国势力罪而被逮捕 国际上面还掀起一场声援周庭的行动 周庭在获释大概两个星期之后 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访问 他强调指控他违反香港国安法 是五中生有的指控 不过假如有一天政权决定将他送到中国 这名八年前踏入社运圈的23岁女孩 哽咽的说道他不会后悔自己当初加入社运圈的决定 只是他想要到日本参与时装杂志拍摄的少女心愿 在国安法之下恐怕已经很难圆梦 根据苹果日报 周庭在八年前还是中学四年级学生的时候 就因为反国教运动投身社运 2014年爆发雨伞运动 他作为学名思潮发言人也休学参加罢课 后来因为压力才辞去发言人的工作 而雨伞运动之后 他跟罗冠聪以及黄之锋等人成立香港众志 持续参与政治 并且在2018年参与港岛区 因为罗冠聪被DQ而引发的不选 可惜也被港府解除参选资格 他在香港国安法6月30号晚间11点生效前夕 宣布退出香港众志 不过8月10号他依旧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拘捕 他受访的时候表示他一直相信自己 总有一天会因为国安法而被逮捕 只不过日子来得比他预期的还要早 他强调港警当天拘捕行动 主要是针对依传媒的人员以及我要揽炒团队 但是两者他都不是 照项国安法生效之前他已经退出众志 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事务 7月起也开始没有再接受外媒的采访 就连推特都不再更新 而且国安法表示不会追溯过去的行径 因此他认为警方指控他涉嫌违反国安法 根本是无中生有 他笑着表示警方掌握到错误的情报 不过他也坦言对自己被逮捕而引发的涟漪感到错愕 直到获释的他一刻他才体会到有多么大的效果 他相信就连港府也应该无法预计 他表示与其讨论拘捕他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不如说中共一开始选择全面控制香港 全面控制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去设立香港国安法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因为这等于是向全世界表明 中共就是不尊重一国两制 他坚定的表示如果政权决定 周庭一个人变得足以威胁整个国家的国家安全 而要将他送往中国 那么他只能说无悔当初 他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后悔参与过社会运动这个选项 参与社会运动改变他的人生 作为香港人的一个部分 能够参与这场运动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根据中央社 周庭在获释之后在9月1号第一次向警方报道 他表示刚禁指出香港众志去年在日经新闻刊登广告 涉嫌违反国安法 报道指出香港众志去年8月在日本经济新闻刊登广告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香港民主抗议 而广告经费是透过集资募款而来 该广告还有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 法国世界报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 而香港众志已经在6月30号 香港国安法声效的前几个小时申布解散 日本朝日新闻 产经新闻以及时事通信社等各媒体都有报道 朱婷到警署报道的事情 朱婷受访的时候表示 警方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广告是违反国安法的证据 朱婷强调香港国安法在今年6月底实行 而香港众志去年刊登的广告是在该法上录之前 香港国安法又表示不会溯及往日的行为 因此警方为此搜捕他这是不当的压迫 港警日前曾经赴日经在香港的办公室调查 朱婷也表示未来不止香港媒体 日本跟其他外国媒体都可能遭到施压或是拘捕 新闻报道自由已经违在旦夕 他同时表明国安法实行之后 香港政府就像是锁国一样 不愿外国看见香港的资讯 因此他希望各国媒体可以持续关心香港的近况 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严重冲击 伊传媒集团的老板李志英先前遭到港警拘捕 而他的助手马克·西蒙在香港生活了20年 在这里成家立业 不过前阵子返回美国的他如今可能再也无法回到香港的家 美国之音报道马克·西蒙表示 他从2000年开始为李志英工作 而近日香港亲北京的媒体 例如东方日报或是文汇报都指出 马克·西蒙已经被港府通缉了 同时他在香港的账户也都被冻结 马克·西蒙表示香港是他的家 他热爱香港 但是他也坦承他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回到香港 为此他感到非常的沮丧 但是他认为如果他真的回到香港 反而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马克·西蒙举例他是一位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有保护他的义务 如果他回到香港并且可能成为北京的人质 那么美国政府可能必须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为了他而让步 他表示不希望自己成为这场运动的负担 或是成为任何人的约束 因为这样等于是在协助中共 由于香港国安法让许多香港人选择离开 马克·西蒙举例美国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生了许多不好的事情 大量的移民来到美国 人们表示二战过后过来美国的犹太人是希特勒送给美国的礼物 换句话说他表示我们得到了不可思议的人才 我们吸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才 而来到美国或是英国澳大利亚的香港人正是习近平送给世界的礼物 因此他认为如果美国每两年可以获得20万个香港移民 或是在未来几年每年可以有20万个香港移民 虽然对香港来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但是对美国来说或许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香港反搜令运动持续超过一年 香港人心中却依旧有许多未解的谜团 许多被失踪以及被自杀的传闻依旧没有停滞 当中包括陈燕玲案件 该案最近展开死亡言讯 有法医人类学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指出 该案件的确疑点重重 而事件也反映出香港法医制度存在不少逼案 寻觅真相的限制非常的多 在政府失信的环境之下 更是要独立根据公信力的角色 以及高透明度的程序来消除公众疑虑 报导指出去年反修例运动之中 出现一幕幕年轻人的腐尸 最柔的画面以及消失 叫香港人非常心碎 而一系列被失踪以及被自杀的疑团 至今依旧迷点重重 其中陈燕玲案件是其中最受到关注的案件之一 15岁的游泳健将少女陈燕玲 去年9月22号反送中运动期间 被发现赤裸服侍在油塘魔鬼山一带的海面 不过当时警方表示 她是死于自杀死因没有可疑的地方 并且快速活化她的遗体 事件引起公众推测 而事隔大概一年之后 陈燕玲案件终于展开为期11天公开死因言讯 陈燕玲的母亲跟家人 以及接触过她的社工、医生、水警、法警 跟同学等30多个人陆续出庭作证 当中除了陈燕玲当时的精神状况 以及自杀倾向令人关注之外 陈燕玲赤裸服侍的状态也成为焦点 负责接破陈燕玲遗体的法医 李玉华一号作证的时候表示 由于遗体腐烂因此无法判断死因 但是认为有可能是溺弊 并指出只是排除性的死因 李玉华又表示 在曾经处理的案件之中 懂得游泳的人很少会选择跳海自杀 不过代表医院管理局的大律师冯国处 引述另外一名法医马逊利的专家报告指出 表明并不同意卫生属法医的看法 他指出溺弊的死者只有独特的特征 包括口腹发炮、肺部扩张等因素 他表示法医不应该经过排除之后得出死因 而关于这一点 法医人力学家李延倩也表示认同 李延倩表示 在厌尸之后找不到死因是很常见的情况 因此只能选择判定死因未定 也就是现有的资料不足以判定死因 如果当中有许多个证据不吻合的话 或是即使有许多证据指向某个方向 但依旧有其他可能性无法排除的话 他也质疑游泳舰将选择跳海自杀 还要全身赤裸腐蚀的可能性 李延倩表示 如果失去部分的衣物还可以解释到 可能是水流的影响 他在漂浮的时候受到一些物件勾到等等 但是如果是全身裸体 就要视乎他进水之前 是否已经自己脱衣服 要找出原因 但如果是进水的时候 还穿着衣服而突然变裸体 就要想想他之前漂到哪里 经历过什么 如果自己脱下衣服的话 这当然不正常 李延倩表示 在香港法医是很少主动到现场处理尸体的 一般来说都是依赖警方在现场的观察 或是评估现场的环境 是否有需要法医及时到现场帮忙搜捕 他认为应该由法医主动到场 因为整件事情这样是很被动的 他解除警方的说法跟那份医学报告 是两条平行线 而且是平衡的两条线 他也举例美国大多数的单位 是由法医亲身到现场 收权凶案现场 不只是依赖另一方的调查单位搜捕 以取得现场更多的证据 协助推断真正的死因 而虽然香港法医人数不足 只有十多名 但是不应该是警方拒绝法医到现场的理由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 四年前因未经许可之下 闯入立法会会议厅以及会议室 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罪行成立 判监四个星期 梁颂恒早先获准保释 等候就定罪以及刑期提起上诉 而他今天在高等法院被驳回申请 需要及时复兴 综合媒体报导 梁颂恒开庭之前表示 如果今天被裁定上诉失败的话 并不会申请保释 但是会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 至于早先遭到立法会 指控他击欠93万筹金 而被申请破产的事情 他表示不会处理 会遭有法庭判决 报导指出 由于青年新政主张香港民主自决 又表示反对香港中国化以及赤化 以上被视为港独团体 2016年10月立法会议员宣誓的时候 有慧珍以及梁颂恒 分别在宣誓之前表示 捍卫香港民族等口号 以及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 并在在宣誓的时候 更改誓词的内容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的 China读成支那 被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拒绝监视 之后两个人被拒绝进入会议厅 不过同年11月2号立法会召开第4次会议的时候 他们连同许多议员助理涉嫌冲击会议室 期间跟保安员推撞6名保安员均送医治理 之后梁颂恒 游慧珍 杨里康 钟雪英以及张子荣被指控一项参与非法集结罪 以及一项试图强行进入的交替控罪 早先东区裁判法院在提挡的时候 5个人都否认伤关控罪 经过审讯之后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罪行成立 而游慧珍已经在2019年宣布退出青年新政 感谢您的支持